这场就像在拍电影一样的救援行动 一定要带您来看看这个功不可没的英雄 那就是今年54岁的矿工工头厄苏亚 他在受困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当中 成功发挥了领导能力 包括要把两天份的食物分做17天给所有的人吃 每人一次只能分到两口 他带领33名矿工度过了地底下的漫长岁月 被叫做是战斗先生 戴着墨镜头上戴着探照灯 他就是最后一位获救的矿工 也就是被外界称为全体矿工英雄的矿工工头 尔苏亚 救援任务总算达成现场欢声雷动 工头获救后 这里总统紧握住他的双手 感到感激不断谢谢他 受困将近70天 脸上却看不出太多卷容 被工人尊称为战斗先生的矿工工头 54岁的尔苏亚 可以说是全体矿工的精神领袖 虽然在这个矿坑只工作了两个月 但自从8月5号矿坑坍塌后 他就一直扮演着领导人的角色 在救援行动中也自愿最后一个出坑 在矿坑中更有纪律的规划矿工们的生活 社会的前17天 矿工们只有两天份口粮 鲍鱼罐头和桃子可以吃 俄苏亚规定他们每48小时才能吃一次东西 每次只能吃两匙鲍鱼 两小口牛奶 一片饼干 还组织矿工分组分工合作 甚至在最后出坑之前 还要求矿工们把矿坑打扫干净 继绿有加的生活 战斗先生的名号当之无愧 战斗先生的名号当之无愧